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混乱 特朗普的推特新路历程 他到底是承认败选了没有 欢迎登陆今天的特朗普小剧场 这总统最近的心情真是荡到了谷底 连发推这样平时做起来得心应手的事情都显得有些混乱 11月15号的时候 特朗普发推表示 他之所以获胜是因为选举被操纵了 瞬间媒体一片沸腾 纷纷指出这是特朗普第一次承认 拜登赢得了11月3号的总统选举 然而呀 这峰回路转来得不要太快 特朗普立马又发了推特写道 他只是在假新闻媒体的眼中获胜 我不承认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 被操纵的选举 我们会赢 睡了一觉以后 特朗普的态度更加坚定了 再次发推 而且发的还是全大写的推文 强调道 我赢得了选举 众上所诉 请回答我今天出的小考题 特朗普总统到底承认败选了没 第二条 今日份最铁粉 特朗普炮轰福克斯新闻 忘恩负义 特朗普铁杆粉 让别家收视率保增十倍 上周五一大早 特朗普总统就发推批评福克斯新闻 说他们已经忘记了 是什么让他们变得成功 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这里 他们忘记了身经淡的鹅这一预言 说福克斯新闻呀 已经变了 原因很简单 大选 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10月4号在亚里桑那州 获得高于特朗普一万两千票的时候 福克斯新闻呢 就提前宣布拜登赢得了亚里桑那州 让特朗普那叫一个气不打一处来 在特朗普痛斥福克斯新闻 忘恩负义后 特朗普的铁杆粉丝也是相当的响应 而且呢 把这个响应落到了实处 积极的寻找新的替代媒体 据CNN商业频道报道 新闻极限 Newsmax和美国第一新闻网 因为宣称特朗普赢得了2020年大选 而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两个频道的收视率 最近几天出现了飙升 新闻极限收视率最高的主持人凯利 坚决表示特朗普将会获胜 未来四年呢 他将再次担任总统 该频道的单日最优收视率 已经从约10万观众 暴增至每晚100万观众 CNN的首席媒体记者斯特尔特 周日在可靠消息来源节目上说道 福克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竞争 我们需要一个虚构的世界 可靠的新闻来源 大多在报道当选总统拜登 还有一系列网站和脱口秀节目 在否认这件事情 就和特朗普一样 这特朗普呢 也是在推特上敦促支持者们到新闻极限和美国第一新闻网看新闻 而周末早些的时候 特朗普仍在继续包福克斯 以及他所欣赏的几位主持人拉克 其中呢 就包括杰西沃特斯 绕恩·皮罗和肖恩·卡尼蒂 这三位主持人都质疑了选举的结果 特朗普还在推文中 安利人们去看他的律师朱利安尼做客的福克斯的节目 前福克斯新闻撞稿人 民主党战略师罗金斯基 在可靠消息来源节目上表示 电视台主持人正受到来自观众的压力 这是80和90年代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他说道 这会对你所接受的信息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条 今日份最吸睛 被家长投诉 第一公主伊万卡带着三个孩子退了学 这特朗普的日子不太好过 连带着第一公主伊万卡的日子呢 也难过了起来 据报道 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娜的三个孩子呢 已经退学了 在此之前 校方和学校的其他家长 对他们一家是否遵守防疫有关规定 表示了担忧 在过去的三年里 伊万卡和库什娜的三个孩子呢 在华盛顿一所豪华的私立学校就读 然而这些天来 由于校方对伊万卡夫妇公开无视新冠防疫指导原则表示担忧 最终导致后者让他们的孩子退了学 出于对未成年儿童安全和隐私的考虑 媒体没有透露这所学校的名字 但是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伊万卡和库什娜多次违反该校有关预防新冠病毒家长手册中 列出的一些指导方针 家长们在提及伊万卡和库什娜作为公众人物参加活动 写白宫出现新冠病例的报道时表示 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 库什娜和伊万卡的做法就是不好 消息人士还表示 在受到有关改变其行为的要求和投诉 比如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接触病毒携带者后 进行自我隔离的要求和投诉以后 库什娜和伊万卡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让他们的孩子直接退了学 该校一位发言人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 然而白宫发言人赫尔利 在回应媒体请求时表示 匿名消息来源 对一个家庭在疫情期间 对孩子所做的最好的决定进行攻击 这是可耻的 不过呀 报道中引用的消息来源都没有使用可以被描述为具有攻击性的语言 消息人士还表示 学校本试图和这对夫妇协商一些条款 既能让孩子留在学校里 又能保证有关规定不受违反 但是最终库什娜和伊万卡带着孩子离开了这所学校 第四条 今日份最可怕 德州竟然出现了新冠患者等死房间 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还在不停的增加 累计病例已经超过了1100万例 16号的时候 纽约邮报的一篇文章援引德州一名护士的话称 一些情况最糟糕的新冠患者甚至会被送到专门的房间等死 这名进行爆料的护士叫做里福斯 在埃尔帕索大学医学中心上班 他说道 在自己工作的医学中心有一个被称为深坑的房间 情况最糟糕的新冠患者会被送到那里等死 他们只能接受极少的治疗 报道称 由于医院患者数量众多 他和其他护士被下令 只能给深坑里的患者做三轮心肺复苏 一轮是两分钟 三轮也就是六分钟 而这大大少于维持病人生命的正常努力 里福斯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他退下蓝色的口罩 放在下巴位置说道 我看到很多人都死了 我觉得他们本来不应该离世 里福斯在视频中还指责医院对新冠患者的治疗力度不够 甚至一些医生会完全避免治疗这些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的患者 他还透露 自己目睹了一位医生的妻子受到优待 而他是那一层楼唯一幸存的新冠患者 作为对里福斯指控的回应 这家大学医疗中心在一份声明中告诉当地电视台 尽管他们同情医务人员 但是无法完全核实他所说的内容 纽约邮报还提到 爱尔帕索是德州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刀必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等你来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